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眼望通客飯廳 感覺開揚 闊落 全屋傢俬以白色為主吊 配木吊和黑色點綴 其實這個設計的風格 我們用簡潔和實用為主 通常我們都會用一些 例如一些獨立的物料 令整件事溫暖 令空間的感覺 有些獨家自然的感覺 實用主要是客人方面 因為需要很多收納空間 我們都用多一點櫃去做一些長人身的效果 單位由一家四口居住 設計以淺淡的大地色和柔和燈光 營造溫馨柔和氛圍 近二千尺的單位 從大門源關開始就推倒重來 新的間隔更加配合戶主生活需求 例如我們一入門口的時候 我們改動了一個門的方向 他要招呼多些朋友的時候 我們令到隔壁加大了 他開門的時候 整體空間就會大一點 都設有粒位 做有高身鞋櫃 儲物量十足 走入一些設有一間多用途房 既是兩個護主的書房 亦都是健身室 房間以白色和木色配搭 外面的客廳空間感十足 淺木色電視櫃造高去到天花 既有層架亦有收納櫃 中央擺放白色舞藝梳化 鋪上地毯增加溫暖感 梳化背後的大幅白色儲物櫃 是收納重地 中間樓空以啞黑色為底色 增加型格感覺 整個空間的感覺 其實都是用淺色和白色為主的 牆身和跪身 令整個空間的感覺 令到整個空間的感覺 令到整個空間的感覺 我們亦會用了一些木色和暖的地板 就會令到整個空間的感覺和暖 令到整個空間讓人感覺舒服 我們再用了一些黑色 就會搭配整個空間 帶多點綴 令到整個空間的感覺大 令到整個層架上會好一點 飯廳都簡潔溫馨 一張圓木餐桌配白色餐桌 背後亦增加了茶水間和白色紋石吧桌 視覺上是廚房的延伸 有效提升空間感 Pantry這個空間 其實因為它比較喜歡招呼朋友 所以你看到飯桌是一張新宿的飯桌 它可以容納多少少人上來開派對 甚至有時它喜歡喝酒 它會招呼朋友來喝酒 所以有一張吧桌和Pantry空間 它就會給招呼朋友去用 隱藏於白色大櫃的暗門 背後是主人房 房間著重實用性 一邊以淺木式櫃做電視牆 床背長身以一組大櫃覆蓋 是塵架加添深燈 營造放鬆休息氣氛 正是非手放鬆休息的 雛煙營造成的 從來不靠一邊 就放鬆